东方卫尔记的提问 那么我们关注到有报道说 欧盟驻华代表团在10号发布了一份声明 那么这份声明重申对中国严峻人权状况的关切 敦促中方尊重保护和实现所有人的人权 包括维吾尔族 藏族等少数群体的人权 那么这份声明还提及到死刑 民主人士等问题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欧盟声明无端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 大量散布虚假信息 大肆抹黑中国的形象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疆 西藏经济蓬勃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 文化传统得到保护和弘扬 各族人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力和自由 得到充分保障 人权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国际社会对此有目共睹 所谓种族灭绝 强迫劳动等等 是早已经被事实证伪的弥天大火 欧盟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 直手画脚 实际上欧盟的人权状况令人担忧 这些年欧洲国家侵犯难移民权利 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抬头 轻视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 在新闻自由 强迫劳动等问题上 存在选择性和双重标准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此前指出 一些欧盟成员国在基本人权承诺方面出现倒退 中方强烈敦促欧方正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 放弃傲慢与偏见 放弃虚伪的双重标准 以实际行动改善自身人权状况 停止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主权 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 武器化